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3年12月中 四岁男童米尔的父亲韦特因诈骗罪入狱 而将米尔交托给保姆兼女友基师照顾 并让二人入住曼哈顿中城一幢豪华公寓内 基师其后向米尔展开了长期虐待 例如会用电线及皮带抽打他 用烧热了的多士炉架烫伤他 甚至数星期不让米尔进食 更于寒流吹袭纽约市期间 让米尔只穿短袖T恤及底裤 并将他反锁在露台外 最终 米尔在2016年1月6日傍晚 身受重伤而死 而基师则半尸一整天 到1月8日清晨报案自首 米尔的验尸报告显示 米尔生前严重营养不良 身上有多处瘀伤和烫伤 昨日 基师向曼哈顿最高法院 承认二级谋杀的罪控 即时押网监牢 等候12月21日判刑 预料最少会被判监禁22年 米尔的母亲仍有道场旁听 她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永远不会忘记儿子 祝愿他安息 至于米尔的父亲韦特 目前仍在监狱服刑 他强调 基师并非他的女朋友 也与他素不相识 纽约市路宿者服务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 表示纽约市一共有接近6万人 入驻路宿者中心 创年内新高 有人质疑纽约市长白思豪的 路宿者政策成效不显 改善路宿者问题是白思豪2013年 竞逐市长时主打的政纲之一 也是他2014年入职后 首要解决的问题 结果路宿者中心的入驻人数 却有2014年的50689人 大幅上升至现实的约6万人 升幅达到了18% 白思豪的路宿者政策 被外界质疑成效不显 路宿者服务局回应表示 目前的数字 以较预期的6万7千人为少 相信是当局过去 为路宿者提供的支援措施生效 才将真实数字压低 路宿者服务局主管 纽约市人力资源专业 派克斯表示 当局在最近数个月 已实施一系列新措施 预料路宿者中心的人数 将会在未来数个月内回落 黄后区亚买加一个乌院 昨日发生老鼠集体上街事件 乌院管理公司一日内 两度派出灭鼠及清洁人员 捉拿老鼠并承诺 会再改善乌院卫生的问题 位于黄后区亚买加的 Besley Park Garden乌院 一直饱受垃圾和鼠患等问题的滋扰 昨日乌院管理处移除了一堆户外的大型垃圾后 立刻诱发数十只老鼠走到街上 入草丛与车底 令现场居民争相走壁 情况犹如恐怖电影一般 乌院随即请来灭鼠及清洁人员捉拿老鼠 定将老鼠的尸体集体堆放在行人路上 甚是恐怖 Besley Park Garden乌院的居民 以低收入家庭为主 他们都表示 垃圾堆积鼠患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并多次向管理部投诉 但都没有下文 乌院由地产公司Rillion Reality负责管理 公司主席迅速回应传媒 表示以往未发现的问题的严重性 今后会尽力跟进 改善有关情况 并于昨晚第二度派来灭鼠及清洁人员 到乌院进行清洁 星期二在布朗市大麻种植场 爆炸案中殉职的消防大队长 货追封为消防副总长 并于明日出病 星期二早上 布朗市西234街的一幢公寓 发生煤气泄漏 布朗市19号消防分局的消防大队长 法西接报后 带队到场 却遇上公寓单位发出的爆炸 遭建筑物瓦力击中殉职 警方调查后 证实肇事单位被用作非法种植大麻 煤气喉管也被违规改装 因而引发爆炸 目前已有两名涉案男子被捕 纽约市消防局星期三及星期四 连续两日为法西举行悼念仪式 纽约市长白思豪和消防局长尼格鲁 昨日更追封享年44岁的法西 为消防副队长 多名法西生前的同胞 都赞扬他工作表现出色 是消防局的明日之星 试图原本充满光明 却突然遇上噩耗 更一下三名年幼的子女 对此深感难过 法西明日正式出病 他的生前亲朋好友 今日会继续在杨克斯举行追思会 曼哈顿地标餐厅卡奈基快餐店 将于今年年底歇业 位于曼哈顿七大道 与55街交界的卡奈基快餐店 开业于1937年 至今已有79年的历史 但无缘庆祝开业80周年纪念 因为它将会于今年12月31日正式歇业 卡奈基快餐店最持名的菜式是 五香熏牛肉三明治 想品尝总店风味就要把握机会 但这款三明治不会变成绝响 事关卡奈基餐厅位于 麦迪顺花园广场 拉斯维加斯以及宾夕法尼亚州的分店 将会继续营业 一年一度的法拉盛举行的 美国网球公开赛 也会继续找他们的摊位 您不愿意